大家好,我是潘振聪 歡迎來到Pandacy Golf 潘特希Golf教學 不知道大家對上一次的 教學內容有什麼想法 又或者是針對 等一下的第二堂課 有什麼想法,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喔 今天的課程會變成一碗一樣 會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基礎動作的部分 今天我會強調 把重點放在一個強而有力的站姿 因為當你強而有力的站姿之後 你會更容易的去使出你的力量 身體的力量也會打出更多的球 那在開之前 我覺得想像一下自己在打籃球 是防守的那一棒 那你要做出防守動作的時候 你膝蓋都會彎曲的蠻多的 那畢竟你腳是打開的 所以打高爾夫球也是一樣 唯獨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你的寬度沒有那麼寬 而膝蓋還是保持蠻多的彎曲 因為這樣子的話 可以讓你整個重心 整個身體的力量都在下半身 那我以前 在做一些重心的轉移上會更舒長 那我看很多 業餘球友們 他們在打球的時候 腳都太直 整個力量都在上半身 那他們就只會用很多手的力量去擠球 而沒有運動到轉腰 旋轉的力量 所以就很可想 那第二個部分 練習的方式 就是今天會表演 跟之前大家在我的影片上看到的夾毛巾 那腳毛巾練習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好處 它會讓我的揮竿 以更扁平的方式去擠球 整個平面會變得更扁平 第二個好處是 它會讓我的整個姿勢的驅動 更有旋轉 而不是更有手的部分 旋轉 然後也會讓整個平面更扁平 然後這是我每天 都在強調的 訓練的非常重要的功課 那我們現在試試看 那一樣 第一次試試看的時候 也是 用半個樣的方式 去執行 這樣比較不會 不行 比較容易去試 那 有一個重點就是 你要感覺節奏很慢 去用身體旋轉 這樣子會讓你比較容易夾毛巾 它是做的比較誇張一點 那當你越做得越好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像是 跟向前打的時候 全揮竿的速度一樣 是不是可以做一個揮竿 收竿的工作 這個練習的方式 我是其實從去年 贏到冠軍前兩週 開始 開始自己發現 然後自己開始去訓練 然後沒想到 訓練兩週之後 成果就非常好 所以在這邊跟大家做一個 這麼好的一個分享 所以今天我們講到兩個重點 第一 強而有力的站姿 第二 夾毛巾的練習方式 那 就請大家 在這反應期間 又加好好練習 那有什麼想法 請在下面留言 謝謝